关索科学新知 体验生活科学 今天的发现科学专题 要带你来了解有趣的运动科学 举重女神郭信纯 她这次在东京奥运夺得金牌 除了自身努力之外 其实背后还有一套科学系统 功不可没 她可以分析举重的时候 这个杠铃的轨迹 垂直跟水皮的偏引量 不但可以有效调整选手的状态 甚至还可以进一步分析对手 成为搜集情报的利器 带你一块了解 这中教室里 同学们正努力练习 希望能跟上前辈脚步 有朝一日也能出国比赛 为台争光 但仔细瞧 同学们在练习同时 一旁还多了摄影机 感测器等设备 荧幕上则利用不同颜色 呈现各支段稳定性 原来这是由科技部 跟各大专院校 共同研发的 举重即时技术回馈系统 利用精准的运动科学数据 有效帮助选手练习与修正 这回中华队能在冬奥的举重项目夺下家机 这套系统可说是幕后的重要工程 举重分析从杠铃的位移里面去看他的资讯很重要 那这里面我们其实是用一些AI的演算法去找他 第一个先找杠铃 找到杠铃以后在画面里面去把他的轨迹组合出来 为了精准分析数据 团队会在举重场上加霜电眼 前方与侧边各摆一组录影设备 举重赶上也装有感测器 当选手练习时 镜头会马上侧路 并透过一旁的超级电脑 算出杠铃轨迹与数据 简单说一边举重 系统就能从不同角度 分析杠铃在空间中的变化 借此掌握运动员的失利状态 你偏移越大 你就需要有越大的力气把它修正回来 如果是优秀的选手的话 他这里偏移会很小 这个是教练跟选手在看的 属于一个杠铃运动学 或者是运动生物力学上面 很重要的依据 那这个就是我们也是 算出来给他们看 透过图解 蓝色线条是杠铃离地的垂直线 对比运动员 在举起杠铃瞬间的黄色线条 来看垂直和水平偏移量 越不垂直 水平位移越大 意味着杠铃越不稳定 再配合速度与前后次的数据 去计算推论选手 是否出现疲倦错误 好弹性调整训练 那我们透过这个系统的话 我们就能看到说 原来我的选手已经 左右已经偏移掉了 对所以然后选手的话 也有时候自己在举的时候 是一个瞬间嘛 然后选手也说 我有吗我有吗 其实我们透过这个系统 一看 回馈就知道 哎呦我真的有 我真的犯规了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对教练来讲 对选手来讲 都是一个很立即的 不仅可以修正动作 运用到比赛场上 还能进一步分析对手 成为收集情报的力气之一 如果运用在赛会里面的话 就是我们说就是 前一个选手做完 他还没下场 然后我们的分析 已经快要结束了 那在下一个选手要上场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做出一些判断 让教练 做出一些这样的轨迹 让教练去判断说 他是不是要再加重量 还是要再维持 过去张一张轨迹图 需要靠手工绘制 至少得花30分钟以上 才能完成 如今用电脑 短短60秒就能出炉 像市警赛时 就曾利用这个系统 及时传递讯息 给郭信纯的教练 作为战术设定的参考 有时候我们看过 透过他的速度的话 我们大致上就会理解说 大概选手的能力 他还可以再多几公斤 因为举重这个就是 量的重量是 一层层加上去的嘛 那我抓举多抓一公斤 我停举就可以少做 少做一公斤了 对 所以这个对于 我们战术上的运用 相同的原理 也能运用在涉及 看其他项目上 透过量化分析 与及时回馈 让选手们 能更精准练习 避免受伤 科技演进下 运动场上 靠的不只是埋头苦练 精准的运动科学 成了背后的有力支撑 帮助选手们 达到最佳状态 完成多排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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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多排目标